我知道上帝用这样奇妙的方式帮助我在这个问题得到抑制以后呢 后来我就想我抑制的程度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我说过我心里面很倾向我一个牧师 因为他是我灵里属灵的父亲 对我来说是属灵的一个榜样 我非常向往他 所以当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很挑战他 我讲了一个我觉得他不能接受的一项 就是很大的启示 我对他来说他在这方面没有开启 他不是不想接受我 对他来说是个挑战的 所以我就去挑战他 我讲他说 那像你这个年龄是不会领受这样的意向的 像你这个年龄是不可能得到这么多的启示的 所以呢你应该回去好好谨慎一下 虽然他没有说很严厉的话 但是我发觉他对我的话没有任何影响 我发觉我不受他影响 我完全不受他影响 他说什么好与坏 好像对我没有影响了 我彻底独立出来了 就感觉 不就是不再受那个管制了 就好像一种原来有一种东西在管制我 可是现在我很自由 我可以面对你的拒绝 我可以没问题的 我回来依然相信我里面的代理 我依然去好好追求人 你不会影响我 我就觉得上帝移植我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他真的移植我了 那我还有更棒的很多的经历 那我讲一个更神奇的 神奇妙非常奇妙的经历 就是我在初中的时候 有一次我祷告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提醒我说 你的初恋 你的初恋你也要祷告的 你要去医治的 我想我一天我就过家来祷告 我就想到了我曾经在初中的时候 喜欢过一个男生 就是暗恋一个男生 但是我想可能对我来说 对我也有一些影响吧 所以我就去祷告 我想上帝可不可以医治我 就是可能我会有一些情感上的伤害在里面 然后我就去祷告 那我祷告的时候 因为我那个经历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所以我想讲上帝有多么大的能力 他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到什么地步 包括你过去所有你经历的事情 神可以改变你到什么程度 那我喜欢那个男生是因为 是有一个开始生告诉我 我是从什么时候喜欢 其实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喜欢他 但是我就是喜欢他了后来 可是上帝光照我身边一个事情 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也比较活泼 然后我们的教室里面是有两个门的 前面有一个出口 后面有一个出口 有一次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我坐在最后一张桌子 我们的教室的门吧 是木头的门 木头的门有一个洞 然后后面呢 有一个扫地的条罩 就是扫着那种东西 我就 卷下来一个棍 然后呢 我在就是考试结束以后 就是中间休息的时候 就是第一课考试结束以后 休息下课的时候 我对我的同学说 你上门外面 然后我们 把那个门那个洞 顺着那个洞 然后之后 我把棍插出去 你给外面拽 我俩玩 就在那个时候 我俩在那个门上面 那个门上面有个窟窿 我就拿裤子往外面插 我的同学在外面拽 我俩就玩在那块 校长正好过来了 我们的校长 就是学校的校长 正好经过那个走廊 看见有人破坏 破坏教室的门 还拿东西往外面 往外面插 然后那个校长 非常非常生气 非常非常生气 他就进到教室里面 对所有同学说 谁弄的 你们是谁 做的这个事情 当时我站在那里 因为我是非常出名的 非常出名 优秀的学生 我不太敢承认 这个错误 因为校长当时特别生气 就在我旁边 有一个男生就站起来了 他就说 是我弄的 我卡的这个东西 校长知道 他是全校最出名的 学习不好 然后非常纪律不好 非常差的一个学生 所以校长就是 说那好吧 你弄的哈 下次你别弄 因为对他来说 他们都觉得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我去说 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所以呢 那次考试呢 他就作弊了 我就把我所有考试的答案 全都给他 然后我考第一 他考第二 当然就从那个时刻起 我就喜欢他 但我不知道 但是当我祷告的时候 神就光照我 可是确实 我想上确实是因为那 当我神光照我 我仔细去想的时候 好像真的就是那个原因 然后 这个人你作弊的时候 还是没有回转的时候 对啊 这是初中的时候 是很小年龄的时候 初中 对 初中 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 我很调皮 其实我说过 我以前是很活泼很开朗 然后也很调皮的一个孩子 然后 虽然学习很好 但是我也愿意玩 非常愿意玩的 然后 那个时候 学生的时代 都会做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后来呢 我就喜欢他 喜欢他 我发现 就有一些 其实我现在都不记得 快要到了 不记得他的名字和长相的时候 因为好多年了 我都不记得他长什么 但是他有几个画面 在我脑海里面非常深刻 其中有一个画面 就是他坐在我们班级的窗台上面 还有一个画面 就是他坐在我们班级的 讲桌旁边的桌子旁边 这两个画面 我就好像刻在脑海里一样 然后 我就祷告的时候呢 我就求神医治我嘛 然后 很奇妙的事情又发生了 然后我发现 上帝让我看到 我仍然在那个考试的场所里面 就是孩子考试 我仍然去 去做这个动作 校长仍然进屋里面了 他很生气的进屋里面 这个事情就要重新 被演绎一遍 重新在我的 祷告子里面被演出来 但是 他发生了变化 就是校长问 谁弄了这个 谁做了这个事情 我的脸很红 我就站起来 对校长说 校长 是我弄的 校长 校长看看我 他说 因为我是学习特别好的学生 校长就说 你弄的 你下次就是不要这么做了 你看你学习这么好 你应该最受纪律 就很轻微的批评 就是很轻微的批评 完了之后 那校长就出去了 我就继续考试 我发现一件事情 我旁边的桌子没有人的 其实我知道真实的事情是他坐在我旁边的 但是当这个事情重新演绎的时候 我站起来承认了错误 而且我旁边没有人坐着 我的记忆完全被修改了 我的记忆被重新 这个事情在我记忆里面重新发生 重新修改 然后呢 我很印象深刻就是那个同学就会坐在窗台上面 我又看到那个窗台 我发现窗台没有人坐着 窗台上没有人坐着 而且我还特意走到窗台那里面去看 还看到楼下摆着很多的车子 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 骑着很多自行车 就是我的窗台的下面很多自行车 其实在我脑海的印象就是 我只记得他坐在窗台上面 但是当这个事情重新 在我祷告当中发生的时候 我仍然看到那个窗台 可是窗台上没有人了 没有人了 当我走过去的时候 我发现下面都是自行车 我还特意看了一下窗台的外面 窗户的外面我都看到了 就事情重新发现 然后我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 就是他总是坐在 窗台旁边的那个桌子上面 然后我发现 我去看窗台桌子的 那个旁边的桌子的时候 好像没有人啊 从来那个地方就没有坐过人的 然后好像以后我的记忆里面 这个记忆是真实的 我原来的记忆是不真实的 我的感受就是 神重新让这个记忆发生 而那个人在我的印象里面 就被完全用橡皮擦掉了 一样的感觉 这就是我 我觉得 风也一场神奇的事情 上帝修改了我的记忆 而且事情可以重新发生 而且是那样的发生 我还可以站起来承认错误 还看到没有人 不但看到没有人 我还看到窗户外面的东西 那个画面重新放在我的心里面 那个展台那里面是没有人做的 那个画面重新放在我的里面 而且我会留意去观察 我其中到高中的时候 又喜欢过一个男生 这个事情我也去祷告 也是同样的事情 也都在那一天我祷告的时候 都是这样被改变了记忆 我会发现 我曾经他们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那些东西都没有了 然后那些画面全部都被改变了 那个人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我的同桌 他是我的同桌 好像没有这个人了 然后他曾经看我那个地方的 那个同桌的那个学生 那个地方也是空的 我每次看都是空的 我在祷告里每次看都是空的 这个记忆就进到我的里面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 啊 圣灵你一致人 你可以就是所有 所以我想鼓励弟兄姊妹就是 上帝真的什么都可以做的 你过去有再多的伤害 或者有再多痛苦的记忆 都没有关系的 在神的里面 他真的说 他说凡事都没有 所以不要活在过去的里面 更不要活在过去那些阴影的里面 不好的记忆的里面 因为上帝甚至可以修改我们的记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